我们出发咯,玩去咯 算了,这是带着水果 搜索搜索 大家早上好,我是蓝蓝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 我跟张哥准备出发了 躲过垃圾桶,挡住点 现在等我家老二来 一会儿给他顺道带着单位 玩去咯 这个是护镜追的 因为路上时间比较长 把我的脖子给拉长了 有一个少说民族就是带那项圈 谁的脖子长,谁就漂亮了 我呢,老长 那长景录似的 就是他一出生就带那个 然后就往上夹,就往上撑那脖子 我想一定管一下 给老二送单位了 我俩现在开始 开路 昨天晚上十二点睡的 今儿早上四点就起了 收拾东西 昨天晚上没收拾 今儿早上起来收拾东西 六点就出门了 三个小时四十分钟到 睡了 上车睡觉 老张你几点睡了 昨天晚上 我一直听你大呼噜 今儿我还忘了带身份证 怎么办 各路口是不是他得查身份证 照片行不行 不知道 所以晚上还想着我带身份证 结果忘了 他带着 那你带身份证 你怎么不提醒我呢 我哪知道你不带 谁知道你能带什么证 你就不会说 对了 我应该提醒你 你只非得跟我抬杠 想不起来你的事 我老子想着你的事 想不起来 我想你的事 你看我这路都走错了 行行行 不跟你说话了 我睡觉了 打哈气圈上 你也打哈气 我都睡一觉了 昨天晚上你人不留上 我那屋干嘛去了 我醒了呀 什么什么晚上啊 早晨 早晨我醒了 我一看亮灯呢 我还以为我一宿没睡呢 我以为 他以为我一宿没睡 我四点醒了一块收拾东西 那咱一块 你一醒了我就醒了 你四点都是一小的 前方八百米 后来怎么亮灯呢 我看一眼上厕所 后来你又睡了吗 睡了 我说怎么 你不睡得了我也得睡吧 哈哈哈哈 后来我就没睡 哎呀 做时间长了真是不熟 你说人家去西藏开车啊 去新疆的 多受罪啊 请走走侧三车道 有这个卡的 脖子不能利头 3.3公里内 有多个补给安全带拍照 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 三个多小时 我们现在已经到的情况档了 随时汇报 我们六点出来的 七点八点九点半 三个半小时已经到了 然后车开的一个钉子口 我看那边有卖菜卖水果的 我说会不会是早逝啊 我觉得我们家老江停了一下车 过去看一下 有点烧饼 说您家烧饼好吃 有广市烧饼有稀的吗 哦 馄饨是吧 哦 我看看 大骨头汤 大骨头汤 馄饨五块十个 哎呦真便宜 五块钱的 嘿 这是红糖烧饼 这边馄饨 两碗馄饨俩烧饼 十三 吃饭早点 比北京便宜一半无价 我在北京吃完馄饨 哎呀我都不计 但至少十块钱以上 待会看看那馄饨怎么样啊 那馄饨是十个五块钱 真便宜 刚才一下车我就想 他住这儿都好啊 又清静 然后物价还低 可是你有老的有小的呀 你不能不管他们呀 这是鱿鱼烧饼 我加了一个 这是俩盐的啥 这一个七块 这一个一块五一个 这馄饨五块一碗 便宜吧 搁点醋 你要吗 吃点醋软化水火 十个馄饨有十个吗 看着不错 看鱿鱼烧饼 辣的 焦岩烧饼也特别软和 很好吃 老婆 打个招呼 人大姐自己家 种的桃 给您宣传 咱们家桃和好 刚才旁边的大姐说 买了四个八块钱的大桃 那是别的桃都太太硬 不行 咱那牙 买四个软桃 吃两天 他家自己种的摸的全是毛 上面 朋友 走 没有卖菜 就是卖水果的 舌头 买了一根 买了一个苦瓜 是吧 那不 不消了 咱们家自己种的 行了中午菜有了 中午菜有了 再买点海鲜 我还以为这儿会冷的 戴着大户袜子 嘿 真是跟北京差不多 也热闷热 是嘞 好了 我们现在去住的地儿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儿 下期 再跟您分享 我们住的地儿 还有吃海鲜